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圣明正道 主所亲爱的大家 安息日平安 安息日蒙福 安息日快乐 靠做圣灵的帮助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见证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他的名叫做 真耶稣教会 是一间非常奇妙 又非常独特的教会 也是一间 常受人批评 受人误解的教会 爱他的人 是非常的爱他 恨他的人 是非常的恨他 就好像当日 发生在主耶稣身上 爱主耶稣的人 非常爱主 甚至连生命也愿意 为主付出 恨主的人 是非常的恨主 甚至是要把耶稣除灭掉 靠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按照圣经的根据 我们大家一同来见证 我们的教会 真耶稣教会 那我们的教会呢 是一间独特 独居的教会 我们先看圣经 民宿记 二十三章 请大家翻开 民宿记 二十三章 我们读 第九节 我从高峰看他 从小山望他 这是独居的名 不列在万民中 这里当日巴勒王 请了这个行务术的 这个贪财的先知 行邪术的先知 巴朗很有名的 很有力量的 要来咒诅神的选民 那当他要去咒诅的时候呢 神改变他的话 把咒诅转成祝福啊 所以第七节这样说 巴勒便提起诗歌说 巴勒引我处亚兰 摩亚王引我处东山说 来呀 为我咒诅啊 咒诅雅各呀 来呀 怒骂以色列呀 他本来就是要来咒诅的呀 然后第八节 突然间他的口改变了 神没有咒诅的 我焉能咒诅呢 耶和华没有怒骂的 我焉能怒骂呢 这是很奇妙的 神的带领 神的改变 神的保护 巴勒就是代表了 灵界的魔鬼 那些恨耶稣的人 抵挡神的人 要杀灭神的百姓 要摧毁神的教会 请来的很有力量的 这个务师啊 行邪术的这些假先知 来咒诅 但是神却改变 神与我们同在 神看顾我们 神保护我们 那在改变的一句话当中 在咒诅当中 变成一种祝福 在祝福的话当中 有一句话说 这些百姓 这些以色列人 是独居的名 是不列在万民当中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 真耶稣教会的特色 真耶稣教会 很独特的地方 叫做独居的名 独特的教会 那主耶稣 在他的讲道当中 他的祷告当中 他的见证当中 也曾经讲过这一句话 我们来看这个 约翰福音书十七章 我们大家翻开 约翰福音书十七章 我们来读十四节到十六节 约翰福音书十七章十四节 这是主耶稣向父神的祈祷 十四节 我已将你的道 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十五节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 脱离那二者 十六节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在主耶稣的祷告当中 他重复了两次 他说父神 他们就是指我们 我们是不属这世界的 就好像主耶稣 他不属世界一样 但十六节 主耶稣又再重复说 父啊 他们不属这个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在主耶稣的祷告当中 不断地提出这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属世界 因为我们是独居的民 因为我们是不列在万民中的 也因为这样的独特 造成了很多人 对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误解 很多基督教派 对我们有很深的批评 很深的误解 这是我想要开始的 按照圣经来告诉大家的 我们的教会是独特 独居的教会 不列在万民中的 那再讲第二个 我们的教会是火城 是一个火的城 什么叫做火的城 谁点火在这个教会里面 谁把这个火围困这个教会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知道吗 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有听过吗 真耶稣教会是火城 神的教会是 周围都是火 神用火把教会围起来 叫做火城 知道吗 我们也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来看圣经 有没有这样讲 请看这个 撒加利亚书第二章 请大家翻开撒加利亚书第二章 我们来读第五节 二章的五节 耶和华说 我要做耶路撒冷 四围的火城 看到吗 并且要做其中的荣耀 这个是撒加利亚先知 在看到异象 第一节 他看到异象 有一个人要拿准神来量 量神的教会 那么就看到有另外一个天使 对另一个天使说 天使对天使说 你去告诉这个少年人 这个先知啊 告诉他说什么呢 耶和华说 神要做耶路撒冷 四围的火城 然后呢 这个火城的功用 要来做什么呢 神要因作这个火 用火来包围 这个神的教会 神的城 那让这个城 让这个教会 显出神的荣耀 同时也显出了 教会的荣耀 这是当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的兴奋 因为让我想起 好多年前 我的三哥有一个同学 已经失去了联络 但后来感谢神 在一次的偶然的机会中 他们相遇了 那这个老同学呢 就跟我的三哥 讲这个见证 他说你们的教会 很奇妙 非常奇妙的一个教会 我哥哥就问他 为什么你说 我们教会很奇妙 奇妙在哪里呢 他说有一天下午 他从家里出来 就站在家门口 看着我们的教会 因为刚好我们的教会 就在他家的对面 他往我们教会 一看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 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那个火就降在 我们教会的屋顶 突然间 整片屋顶 教会的屋顶 就火烧起来 整个教会的屋顶 都是火 很大的火 那么他吓到了 他认为 我们这个教会 很快就要被烧毁了 因为我们的教会 是木板座的 木板座的教会 很快就被火烧了 整片教会的屋顶 是火 然后火 一直的延伸 延伸到 整个教会都被火包起来 我们也没有听过 这样的见证 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你有听过 教会被火包住吗 没有吧 可是神却让一个 外邦人 我哥哥的同学 看到这个意象 看到这个奇妙的意象 教会被火包围 这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那个是一个外邦人的见证 那后来 我读到这个撒迦利亚书 二章第五节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很早以前 神就跟先知撒迦利亚说 耶路撒冷城 神要用四围的火 把他围起来 叫做火城 那么这个火 因为这个火 神要在其中显他的荣耀 也要让这个耶路撒冷城 显出神的荣耀 那就是要 教会要显出神的荣耀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火在圣经里面 有三个意义 知道吗 火在圣经里面 有三种意义 第一种意义就是审判 我们来看审判 火是代表审判 这个圣经章节很多 我们看一节就好 请看这个 马太福音书 十三章 马太福音书十三章 我们来读 四十节 马太福音书十三章 四十节 将败子耗出来 用火混烧 那么世界的末了 也要如此 那你在当四十二节的 四十二节 把它丢在火炉里去 在那里不要哀哭怯耻了 这里所看到的 这个火就是代表神的审判 要用火来烧这个世界 也要把那些恶人来丢到火炉里面去烧 那是地狱的勇火 所以火代表审判 那个神的教会叫做火城 火的教会 那就代表里面有神的审判 真耶稣教会 是神拯救的教会 同时也是神要审判的教会 大家请注意 火的第一个意思 是审判 那火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 那就是洁净 要把教会除干净 洁净 让它圣洁 有时水洗都没办法 那就要用火来烧 有没有 有时我们一种细菌 一种病毒 那么就要用火来烧 烧到它干干净净 那圣经也有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这个 以赛亚书 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第四章 以赛亚书的第四章 我们来读三节到四节 以赛亚书四章三到四节 主以公义的灵和混烧的灵 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 又将耶路撒冷中 撒冷的血除净 那时圣在西安 留在耶路撒冷的 就是一却住耶路撒冷 在生命策上记明的 必称为圣 这里说神要用公义的灵 和混烧的灵 来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 用火来洗 用火来洗 所以火的第二个意思 是要洁净我们 当我们看到神降火 来包围教会的时候 整个火充满着神的教会的时候 神要洁净他的教会 要让教会圣洁 教会圣洁才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 才能够彰显出教会的荣耀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说 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 在教会里面的 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在生命策上 那么记在生命策上的名字 必称为圣 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策上 一定被称为圣的 如果不够圣洁 不是圣洁 是不能够被记录在生命策上的 为了要把名字记录在生命策上 所以神一定要用火来清洗我们 用火来洗净西安女子的污蔚 所以是火尘的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重要的真理 洁净教会 那火烧呢 这个火呢 第三个意思是什么知道吗 第三个意思是叫做要火炼 要进入火炼是考验我们 去熬炼我们 火的第三个意义 我们的信仰 必须要经过熬炼 经过试炼 像火一样 像金子一样丢到火里面去熬炼 熬出金金 把杂志都清除掉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书三章 请看马太福音书第三章 第三章我们度十一节 三章十一节 来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就是我给他提携也是不配 那他要用圣灵以火给我们施洗啊 看到吗 这里施洗安在介绍耶稣 见证耶稣的时候 他说他来的时候 要用圣灵以火给我们施洗啊 就是要我们经过活洗啊 那活洗的意思就是要接受考验 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经过考验 要经得起考验 要受过考验 才显出他的真实 不然你怎么配称为真耶稣教会啊 你要经过考验的呀 不然你怎么能够配称为神的儿女啊 神的儿女是要经过火炼的呀 所以知道吗 我们的教会是火城 神说用火围起来 原来有这三个真理三个意义 这样对教会有更深的认识了 好 我们讲第三个特色 第三个见证 我们的教会是神的葡萄园 我们的教会是神的葡萄园 我们来看这个圣经 耶和福音书第十五章 耶和福音书十五章 我们读一节到八节 时间的关系我读一节跟二节就好了 时间关系我们来读第一节 我是真葡萄图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二节 凡属我不借果子的枝子 他就减弃 凡借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借果子更多 再读第三节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四节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知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够借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一直读到第八节 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讲葡萄树的道理 主耶稣说 在神的国里面有一个葡萄园 神的国原来就是葡萄园 葡萄园就是神的国 葡萄园就是神的教会 原来教会就是神的葡萄园 那么这个葡萄园呢 有一棵真葡萄树 有真葡萄树就说明 有假的树 有假的葡萄园 有假的花园 请注意 当主耶稣说有真的时候 那反面就一定有假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那么这个真葡萄树呢 真葡萄园呢 是谁种的 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 是主耶稣栽种的 这个葡萄园是天父栽培 培养的 那这个天父是园中里面 最尊贵 最圣洁最荣耀的 这个栽培的人 那我来做见证 真耶稣教会 我们的教会 原来就是主耶稣的葡萄园 葡萄园原来就是真耶稣教会 这个见证是一个外教会的 师班成员做的见证 师班的负责人 是外教会的师班负责人 自己做的见证 真耶稣教会 就是神的葡萄园 他有一次 他在读着这个圣经 就是亚安福音书15章 一节到八节 他正在读着这一段圣经 突然间读的时候 他整个圣经就空白了 那个字都不见了 整本圣经变空白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在他很惊讶的时候 突然间在圣经里面 浮现出葡萄园出来 在圣经里面浮出这个葡萄园出来 那就进入到异象里面去了 在读圣经读到这一段葡萄园的 这个道理的时候 主耶稣让他看葡萄园 那葡萄园很漂亮 一排一排的葡萄 那满满的果子很有次序的 在树上挂着 非常的美丽 天父栽培的葡萄园 非常的美丽 那么呢 他又看到葡萄园中间呢 葡萄园里面有一条河 很清澈的河水 那他在观看的时候就有声音对他说 这是生命的河 原来葡萄园里面有一条河 叫做生命的河 那这时候葡萄园突然间又变了 变成一个很弹簧 很漂亮的圣殿 都是发作光啊 金光闪闪 很漂亮的圣殿 那么这个圣殿有一个很大的门 你要上到上面去要上梯极 有十级的梯极 那么大门有两位天使 百一的天使在掌门 在看守着城门 那么天使呢 其中一个天使就叫他说 你上来 叫这个姐妹啊 师班的成员 这个子徽啊 叫他上来 那他就按做梯极这样上去 上到大门 这个殿的大门 一到大门口呢 他就看得很清楚 大门的旁边写作 真耶稣教会 他读圣经 读葡萄园 读到葡萄园跑出来 葡萄园当中有一条河 叫做生命的河 然后葡萄园又变成圣殿 圣殿那边写作说 真耶稣教会 这样明白吗 这个见证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讲的 是一个外教会的师班指挥 做的见证 那当然他 他已经归入教会了 他做见证的时候 他还没有归入我们教会 他到门口看到真耶稣教会的时候 他自然的回头去望一望 他回头去看 结果他就看到他的教会 他所带领的那班师班成员 坐在教会门口 手上呢都拿着蜡烛 点着蜡烛 结果他的教会 看到的教会是一座魂墓 他的教会变成一座魂墓 不是教会是坟墓 这个是他自己做的见证 墓墓就是装死人的呀 死人才需要墓墓呀 活人怎么会跑到墓墓去呢 墓墓就是代表没有生命 那个是没有生命的教会 那个是死人的地方 这是蛮严重的 蛮重要的一个启示 那如果我们讲 我们就会得罪一般上的教会 但这个见证是他自己讲 那这时候呢 天使手上拿着一碗 好像白白的东西 又像饭又不像饭 一粒一粒白白透明的 这碗拿着这个很漂亮的 这个白白的这个东西 拿给他做叫他吃 哇他拿到他很高兴 天使拿一碗 透明白色的东西给他吃 很可爱 一粒一粒的很可爱 他就想拿到给他的 师班成员去分享 他也蛮有爱心 不要自己吞肚刺 当他要拿去给师班成员的时候 他看到他们的师班成员 手上每个人都有一碗饭 而且饭上都有鱼 有菜 有竹牛 有很多菜肴 然后他看看他自己手上那一碗饭 除了那个白白的东西 一粒粒的 什么都没有 简简单单的 人家要吃你的嘛 人家有没有 你本人家吃 人家有吃吗 什么都没有的 你看人家的 你太人的 什么都要 又有肥中 又有午 又有羌菜 所以他不好意思给人家吃呀 后来呢 这个意象就消失了 这个意象消失的时候 他就溃下来祷告 那么求神带领 神啊 真耶稣教会 是不是你的教会 因为真耶稣教会是葡萄园 葡萄园变成真耶稣教会 神的圣殿 他祷告向神 祈求更明确的带领 因为他不太愿意接受了 他更不能接受 他的教会变成一座魂墓 谁能接受呢 他在祷告的时候呢 圣女就跟他说 有圣女很清楚跟他说 你去找某某姐妹 某某姐妹把名字讲出来 那后来他就去找这个姐妹 他不认识的 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就是靠着圣灵带领 既然圣灵叫我去找他 那圣灵一定会带领 结果圣灵真的带领他 找到这个姐妹 找到这个姐妹的时候 这个姐妹在做什么 知道吗 就在聚会 在家庭聚会 他听到有声音 他就跟着那个唱诗的声音去找 这里有一群人在唱诗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耶稣教会 那时他就停下来 圣灵就带领他进去 一直催他进去 那催他进去 他就安静地坐下来 一个家庭聚会 坐下来 就在听这个 这个讲道人在讲 得救的福音 得救的真理 在分享做圣灵 在讲圣灵的其中一部分 感谢神 后来 后来 这个讲道者一讲完的时候 这个师班成员 外教会的 跑过去 问这个教会的 这个讲道者 我要找这个某某姐妹 有吗 有这个人吗 这个讲道的姐妹 讲道这个姐妹 他说你找她有什么事 有什么问题吗 你为什么找她 他就说 圣不知道呀 我祷告的时候 圣灵告诉我要找这个姐妹 圣灵告诉你找这个姐妹 做什么呢 不可能无缘无故吧 他就开始做见证 我读圣经 一样废出书五章的时候 我在读到葡萄园的道理 这是非常奇妙的见证 这见证告诉我们 我们的教会 就是葡萄园 葡萄园就是真耶稣教会 这葡萄园是 主耶稣说 是父 是天父所栽培 所栽种的 我们再继续 来见证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怎样的教会呢 我们的教会是天国城 我们的教会原来是天国城 什么叫做天国城 天国城里面有什么 我们看启示录 启示录最后21章 22章 都很清楚的在介绍 启示天国城里面的美 请看启示录21章 启示录21章 我们读 十节到十二节 十节到十二节 来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哪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又像辟玉 名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这里都在讲 城里面的永美 城里面的高贵 我们再看里面还有什么呢 我们再看二十二章 启示录二十二章 我们读一节跟二节 请看城里面有什么 一二三 天使又指示我 在城内街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 有生命树 借十二样果子 每叶都借果子 树上的叶子 乃为一字万云 除了有金银宝石 那些红玛瑙 很漂亮 很高贵的钻石 金子 城里面还有三样宝贵 第一 这里说 城内有一条河 叫做生命的河 有没有 再来 城里面有生命树 第二样 生命树 那第三样是什么呢 城里面还有借出十二样的果子 生命树 借出十二样的果子 每叶都借果 真耶稣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天国城 也是一个目道者做的见证 他做见证的时候 还没有受死 他来目道 在一次安息日祭会 做最后祷告的时候 在祷告当中 他就看立项 他看到讲台前面 教会里面 突然间出现一棵生命树 一个很大的树 很漂亮的树 整棵树都在发光发亮 叶子非常的清脆 非常的美丽 那同时呢 又看到树 结满了果子 那些果子都在发光了 非常的美丽 太漂亮了 真耶稣教会 里面有生命树 还有生命的果子 那又看到还有一条河啊 在这个树那边流出来 从树旁边这样一直流出来 有一条河 祷告了就结束了 感谢神 他马上就做见证 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他不明白 感谢主 我们传到很熟悉圣经嘛 马上就给他看 启示录22章 一节到二节 你看这里讲什么 你看这个城内有什么 他度了之后 他说哈利路亚 这里有生命有河水啊 这里有树啊 这里有果子啊 跟我看得一模一样呀 那是什么 那就是真耶稣教会啊 但这里说的是天国城啊 原来 真耶稣教会就是天国城 天国城就是神的教会 就是我们的教会 哈利路亚 赞美主耶稣 听了也很感动啊 也很喜乐 因为这些都是木道者讲啊 我们讲你说我们在拼故事啊 感谢真神啊 神爱我们 那么我看到这三件事情 圣灵啊 河水就是圣灵啊 那么那个树嘛 树就是真理啊 树就是真理啊 学书说它就是真理 它是生命 它是真理啊 它是真葡萄树啊 这个树里面有生命 因为有真理啊 有神的话 有耶稣的话 那是真理啊 那么那个果子是什么 知道吗 生命树会借果子 借果子就是我们 我们的行为 我们生命的改变 借出果子 美好的果子 各种各样 圣灵的果子 借出来 那个就是见证 那个就是神迹啊 我们救人的生命 我们这个物位的生命 改变了 成为圣洁的生命 我们本来是个 我们的脾气很暴躁 好像野兽这样要吞刺人 要刺人 改变啊 信的主耶稣 野兽变成绵羊啊 我们也有很多这种见证 那这个就是神迹啊 那个果子就是一种改变的神迹 生命的改变 一种神迹 一种看得到的见证啊 那真耶稣教会 你要成为神的教会 要有三个见证 要有三个条件啊 你要成为真耶稣 神的教会 你说你是神的教会 你一定要有符合这三个条件 就是你要有圣灵 神的灵 再来你要有真灵 再来你要有神迹 神迹就是看到神改变 神的能力 神的同在 神的见证 那最大的神迹是什么 知道吗 不是病得医治啦 哑巴说话啦 眼下眼看见 那个当然是神迹 但是这个在神眼里 不是最大的神迹 神最大的神迹 神最许悦的神迹 就是改变 生命的改变 所以你看那个月娜书 月娜书最大的神迹 里面有很多神迹 大家都说 最大的神迹 就是那条鱼吞月娜呀 神迹就是 有很多那个树 突然就一夜之间长起来呀 其实那个算什么 那个不是最大的神迹 也不是月娜书的要讲的神迹 月娜书最大的神迹 就是全城人悔改 归向真神 悔改归向真神 这个是月娜书里面最大的神迹 也是神最喜悦 最荣耀的神迹 所以这个天国城里面 有生命河水 有生命树 有生命果子 原来这三样 就是真神教会的三个条件 三个见证 生命树 生命树 生命果子 那我们再讲最后一个吧 我们再讲最后一个时间要到了 我们的教会是叫做泛滥的国度 第一个 我们今天见证 我们的教会是独特独基的教会 第二个 我们的教会是火城 第三个见证 我们的教会是神的葡萄园 有没有 第四个见证 我们的教会是天国城 里面有三样宝贝 有很多宝贝了 这三样是特别的 那最后我们继续来见证 我们的教会是泛滥的国度 什么是泛滥的国度 那就是泛滥咯 我们的教会应该是平安的国度啊 怎么会是泛滥的国度呢 我们先来看圣经 我们看启示录一章九节 启示录一章第九节 来一章的第九节 我耶汉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泛滥 国度忍耐里 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 沉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 这个使徒耶汉 他说他跟我们一起 都是弟兄 都是神的弟兄 他跟我们在耶稣的国里 在耶稣的泛滥里 泛滥在神的国度里 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在耶稣的泛滥 耶稣的国度里 意思说 泛滥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需要忍耐 我跟你们一样要忍耐 我要忍耐 你们也要忍耐 你们要忍耐 我也一样要忍耐 我受泛滥 你们也一样会受泛滥 你们受泛滥 我也一样受泛滥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受很多泛滥 所以我们也一样受泛滥 所以主耶稣的国 也叫做泛滥的国度 所以要忍耐 这是我们很少提起的 我们都见证 我们的教会是平安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有恩典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有种种丰富丰盛 喜乐的高兴的 这些见证 但很少去说 我们的教会是泛滥的国度 其实保罗也有讲 我们要进入神的国 这个泛滥的国度 我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 保罗有没有这样讲 有呀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四章 使徒行传十四章 我们度二十二节 十四章二十二节来 一二三 坚固门徒的心 劝他们横手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的泛滥 保罗他到各处去牧养教会 去寻牧 去传福音 去牧养教会 劝勉信徒 劝勉教会 要横心 遵守神的道理 突然间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的泛滥 他自己的见证 自己的信仰生命就是这样 很多泛滥 为了富音 为了牧养 受很多泛滥 就是刚才启示录一章 那边所说的一章九节 泛滥的国度 我们需要忍耐 来 我来做见证 我们的教会是泛滥的国度 你要进入 要经历许多的泛滥 就是火的熬炼 火来熬炼你 有一个外教会的信徒 信徒他在寻找真教会 那他在祷告当中呢 他求神带领 求神引领 指引他 这个信徒很全程 他知道一些教会的道理不符合圣经 有一些根本都太离谱了 太遥远了 但是他不知道哪一间是真神的教会 他不知道哪一间是在根据圣经的 符合圣经的 他求神带领 神真的带领他 神怎么带领他呢 你注意听 神让他做一个梦 他就梦到 他看到一间很辉煌 很漂亮的圣殿 整个圣殿都是火啊 但是非常的圣洁啊 那这殿的门呢 自动会打开 那殿的门一打开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 圣殿里面有一座很漂亮的宝座 大宝座 那有一位很荣耀的君王啊 像一个王子这样 站在宝座中 那种感觉就是荣耀的君王 因为他的头上 带着个荣耀的冠名 那在灵里面就直接的感受 这个就是荣耀的主耶稣 荣耀的君王 全神都发光 教会在发光 教会都是火啊 然后主耶稣也在发光 所以整个圣殿跟主耶稣跟宝座 没有一样不在发光 这是个非常圣界荣耀的教会 那么主耶稣呢 这个荣耀的君王呢 就向他 举起手来向他招手 叫他进来 那当他要进入这个圣殿的时候呢 突然间在他面前 在他面前 地上有火这样烧起来 好像一道墙这样 各住他 不让他进去 他要进去的时候 有一道火 从地上这样烧起来 像一道火墙 阻挡他 不让他进去 所以他不敢进去 你一进去要被火烧啊 谁敢进去呢 主耶稣呢 又从里面走 走前几步 他看到主耶稣走过来 没有走出来 就在走过来几步 还在圣殿里面 又在向他第二次招手 叫他进来 所以他就鼓起勇气 他内心里面就有一种力量 要顺服主 主耶稣叫我进去 那我要进去啊 再有阻挡 我也不怕 真的因为这种勇气 这种勇敢 他真的就是冲进那个火 穿过那个火墙 一穿过火墙 就到了那个圣殿的门口 一到圣殿的门啊 门墙那边写作 真耶稣教会 这是真实的见证 因为这个见证 也是一个外教会的信徒做的 我特别去留意这些 外教会的信徒做的见证 是他们在见证真耶稣教会 知道吗 他们自己替我们见证 真耶稣教会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进入去了 写作真耶稣教会 他就进去了 这时候他听到有声音 对他说 这是我的教会 这是我的家 听得很清楚 主耶稣说 这是我的教会 这是我的家 跟着主耶稣说 我要施你圣灵 主耶稣还允许 说要给他圣灵啊 那主耶稣的话 还没有讲完 主耶稣又对他说 我离开过后 有两只鬼要来阻挡你 但是你不用怕 他听到鬼要来找 他当然会害怕 主耶稣说 你不用怕 那主耶稣讲完过后呢 主耶稣就不见了 那整个荣耀的圣殿 也不见了 突然间 只剩下他一人在那边 整个环境气气黑黑 都是黑暗 他有点怕 谁不怕呢 剩下你一个人 在黑暗当中 这时候真的 有两个鬼出现了 耶稣说 我离开过后 有两个鬼 会来阻挡你 那鬼一出现呢 就骂他 就用很粗的话 很难听的话 骂他 然后又笑他 讥笑他 甚至是恐吓他 他很害怕 他一直喊主耶稣 救我 主耶稣 救我 突然间 他这样喊主耶稣的时候呢 他在黑暗中 就现出一道光出来 他就跟着那道光走 那个光带他走 要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 走呀走 就要看到要出气的时候呢 还有一段路 要看到要出气的时候呢 那个路上全部起了火 地上全部的火烧起来 他不能够走 不能够走呀 因为有火阻挡他 你走过去 你就被火烧呀 那这怎么办呢 后面有两只魔鬼 前面有火 走 很长的路都是有火 没办法走过去 那这时啊 他就站在那边祷告 主耶稣啊 帮住我 主耶稣带我出来 帮我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 他一祷告呢 他就看到 他头顶上就 有绳子出现 一根一根的绳子出现 那他就赶快去抓住这个绳子 这样掉坐 一根一根这样掉坐 这样 一根一根这样掉出去了 这样掉出去 那个魔鬼就在下面 一直在骂他 笑他 恐吓他 我们不会放过你 我们一定是要阻挡你 那么 他就醒过来 一出道来 梦就醒了 原来是做一场梦 可是这场梦很特别 非常的特别 那因此 他就要去找 真耶稣教会 那天是星期五 那天是星期五 他到找到教会的时候呢 那是刚好有晚间聚会 是祭王会就祷告求圣灵 传到人讲了 完道理就祷告求圣灵了 那他就坐在最后最后排 因为他不敢到前面来 他第一次来教会 不认识人 也不知道我们聚会怎样 祷告怎样 他就在最后那边自己祷告 那传到在前面 按手祷告的时候呢 突然间听到后面 有人被圣灵充满很大声 声音非常好听 那圣灵非常的充满 有节奏的 哇 传到圣灵也被感动 被激动 因为很久没有看到 教会弟兄姐妹祷告 圣灵这么充满 这么好听 那传到就很自然的 往后面看 看到有一个人在祷告 这个人没有看过的 这个人 应该不是我们的信徒 因为没有见过的 如果是 也是应该从别的地方来的 那传到就走过去 从前面走到后面去 要了解 就看他祷告 圣灵非常充满 然后就替他按锁 感谢神 老公过后 机会接受过后 传到就问他 你是从哪里来的 你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他就说 我是外教会信徒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来正耶稣教会 你怎么会来教会呢 他就开始做见证 后来他在木道当中 就洗礼了 我现在继续见证 他洗礼前 那木道前受很多苦 受很多逼迫 受很多的阻挡 他的家人 还有外教会的亲戚朋友 都阻挡他 骂他 甚至咒诅他 很难听的话 他受很多伤害 可是他很得安慰 因为他很清楚 正耶稣教会 是神的教会 主耶稣说 这是我的教会 还知道吗 主耶稣说 这是我的家呀 耶稣亲口跟他讲 主耶稣还说 我给我侍你圣灵 真的来教会 祷告得圣灵 圣灵很充满 这是真实的见证 不是心理作用 他自己最清楚 那洗礼过后呢 大概一年左右吧 教会有很多软弱的信徒 有些败子 有些散扬 有些行为不好的 因为误解还是什么 攻击他 批评他 甚至好像是伤害他 他很痛苦 好不容易他 找到真耶稣教会 也是主耶稣叫他进来的 也是主耶稣亲自给他 圣灵给他见证 结果教会 让他这么痛苦 他也软弱了 因此他就回到 回到外教会去 那有一次 他在外教会 唱识的时候 有声音对他讲 有声音问他 我的教会在哪里 他听到这个声音很熟悉啊 他曾经听过这个声音啊 这个声音问他说 我的教会在哪里 然后他说 他自己说 真耶稣教会 真耶稣教会 圣灵又第二次问他 我的家在哪里 他说 真耶稣教会 哇 他自己这样讲出来的时候 自己就哭了 因为他很清楚 这个声音 就是当初他看到 他做梦的时候 主耶稣亲自跟他讲的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教会 你今天为什么 离开神的家 你今天为什么 离开主耶稣的教会 我的教会在哪里啊 我的家在哪里啊 你不知道吗 所以他一直哭 哭就回家 一直很难过 因为他在教会也受苦啊 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总结 这个见证 第一 这个 这个木道者要进入神的国 他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 事实上从这个见证中 你已经听到 他经历很多艰难 一开始 主耶稣教 招手叫他进来的时候 就有火墙挡住他 对不对 有火挡住他 这个就是个阻挡 第二 当他要木道的时候 来证耶稣教的时候 他的家人 他的亲戚 他外教会的朋友 都逼迫他 阻挡他 甚至毁谤他 他也受了很大的伤害 直到他洗礼后 进入证耶稣教会过后 又受到一些软弱的信徒 一些不长进的信徒 一些拜祀 甚至是山羊的信徒 攻击 他受伤害 他到外教会 到外教会去寄会 他意思是说 我还是正书教会信徒 可是我在那边寄会吧 我在那边敬拜神吧 不在教会寄会 那个这个是什么 原来这个就是主耶稣 很早就先提醒他了 有两只鬼要阻挡你啊 讲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吧 那两只那两只鬼是代表什么 原来这两只鬼是代表 外面的阻挡 就是亲戚朋友家人 外教会阻挡他 阻挡他来正耶稣教会 那是第一只鬼 那第二只鬼在哪里呢 第二只鬼在教会里面呀 我的天啊 谁想到第二只鬼会在教会 教会里面有人阻挡他 有人攻击他 有人让他跌倒 让他离开教会 那不是 那个不是鬼做的事情吗 那不是鬼吗 怪不得 主耶稣说 我离开过后 有两只鬼会来阻挡你 我今天借着这个见证提醒大家 有时阻挡我们的信仰的阻挡是来自外面啊 公司啊 朋友啊 亲戚啊 那些不信主的人 那是阻挡我们 我们可以理解的 但没有想到还有一次鬼在教会里面阻挡我们 那害我们的 害我们离开教会 害我们不再来教会 害我们对主耶稣 对教会失去信心 这是鬼做的事 这是非常宝贵 非常重要的见证 哈利路亚 我们的教会是泛难的国度 保罗说 进入神的国 要经历许多的泛难 感谢主 但是主耶稣说 不用怕 必须经过火烧 成为金金 我们来唱诗 对不起我时间超过了 我们来唱赞美诗 442首 442首 神一路引领